水果不用拿我不吃 谢谢 刚开始客客气气 女驾驶还要招待水果 但远景下一秒就察觉不对劲 我没有喝酒 车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我拿出来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电脑有相片吗 我知道 广告身份证立刻被抓包 你跟姐姐完全不相 她出来出来 没驾照就没驾照 只是谎报身份就要找律师 警方不是省油的灯 上车查看果然 警方最后查出这白色粉末 就是安非他命 69年次苏信女子 原来有公共危险前科 遇上领检拖延时间 明显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不是说还有关系要打那边干嘛 他要用这个 他用这个 他用这个你就不应该吸毒 谎报身份证 招待水果打电话拖延 再多狡辩跟谎言 也无法掩盖他 也无法掩盖他 持有毒品的证据 记得李国定台北报道